据日媒9月9号报道 近期日本十元岛八重山渔业协会五艘渔船出现在钓鱼岛附近 船上搭载着日本右翼分子 他们企图乘坐快艇突入钓鱼岛实施登岛行动 中方出动四艘海警船 成功将日本右翼分子阻止在钓鱼岛的海域外围 不过随后至少有12艘日本保安厅的巡逻舰炮舰突然冲入附近海域 在与日本舰艇周旋时 一艘中国海警船驱离一艘日本巡逻舰时 日本方面对此报道为追尾事故 甚至谎称追尾事故中的日本舰艇是一艘渔船 针对钓鱼岛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明确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日方对此不要有非分之想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是正当行驶主权权利 中方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妥善处理海上分歧 此外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宣称 10号上午在洛尔岛县烟美大岛东侧皮帘区 发现一艘潜艇向西北方向前航 该潜艇在进入日方皮帘区前 附近还有一艘中国导弹驱逐舰航行 因此日方推测潜艇可能是中国的 仿佛拿到大消息的日本媒体近日炒作称 虽然该潜艇未进入日本领海 但日方可能认为潜艇在皮帘区前航 属于所谓挑衅行为 而近日美国海军第一艘配备激光武器系统的 导弹驱逐舰杜威号也抵达日本横须赫 正式加入第七舰队 据防务简报报道 这是美国海军第一次作战部署独立激光武器系统 让其水面舰艇部队在对抗无人机系统威胁方面 有了一项重要的新能力